大家下面看一下一根钻杆很轻松的都打下去了 很轻松打下去了 下面咱们要连接第二根钻杆 咱们连接第二根钻杆就不用扳手了 它是自动的卸钻杆 第一步咱们要加装钻杆 第一步先把这个水泵这个汽油机关掉 这有个开关 来大家看一下 这个红色的 这个是个水泵汽油机开关 先把这个水泵关掉 关掉水泵以后 咱们推动第一个操作法 它有个打一个反转 正好下边把这个钻杆头绊住了 来师傅操作一下 打个反转 打个反转 很轻松的把这个第一根钻杆都把它卡住 咱们提起来主机头了 咱们主机头很轻松的提起来 然后加装第二根钻杆 下面咱们加装第二根钻杆 好的特别方便 都是一个操作法 就一个人就可以把它操作了 然后再打正转 直接就把它上上去了 然后打正转 特别方便 好 下面断杆上好了 第二根断杆连接好 对咱们得过了这个卡头 再去关下边这个小门子 下面第二根就开始打了 然后第一步先把水泵打开 来 水泵就是轻轻的把它拉一下 水泵打开 把油门搬动一下 供水系统正常了以后 开始第二根钻杆往下打 对 这是第二根钻杆 很正常的在操作 整机工作的锅板上 在没有垫的地方 野外矿外 在这个山上 山区里面 抽领地 在这个 在这个 咱们农民朋友 在这个地里面 打个吃水井 包括这个牛 包括这个养殖 大动之大 打个吃水井 根本不用垫 非常方便 这是第二根钻杆 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非常方便